一般人勇猛心一发 长远心难持 想要持续落实 必须要拥有精进心和实践力 古得云 欲速则不达 细行则不失谋 修行一复如是 贵在一切真实 善用自心 如果学者能够去读导师的书的话 那起码不会很片面的 只看到部分的一些法门 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法门有零零种种的 有所谓的世西坛 有所谓的南行道 有所谓的异行道 那可能学佛人 有时候大部分初接触的是 异行道居多数 异行道像比如说 像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净土宗 一般是异行道 净土宗也认为它是异行道 但是异行道它是 比较容易做 比较容易做 是不是一定就比较能够 解决我们的烦恼 断置信件呢 这是另外一回事 断置信件这个我值 一定要有效的方法 直接 直接针对这个问题 去化解 那断置信件我值 唯一的方法 不外观因缘 观空 不外缘起信空 缘起信空才是 唯一化解 自信件烦恼的一个方法 那念佛是让我们培养 培养福德之量 培养福德之量 让我们烦恼减轻 但是减轻 并不是断烦恼 所以这些道理 就是说 学佛人要多设立一些佛法 才会慢慢理解说 佛法是蛮宽广的 就算说我们现在 所学的是一行道 也没有关系 学佛是生生世世 长长久久的 不要因为这样 我一行道 那是不是我被骗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学佛一定会有 吃地心的 从一行道进来 慢慢越学越久 要精益求精的时候 发现说 还有更高深的 正常道 我们要去广泛的是 涉猎去学习 佛一教精云 若勤精进 则事无难者 一般人勇猛心一发 长远心难持 想要落实 就必须要有精进心 和实践力 水方新闻记者 赖宜荣台北采访报道